4万道数小房车,打工人买得起,水电齐全,五座大房,一车参用 蓝牌C罩就能开,C1C2动力驾驶 整车长度4米95,宽度1998,高度242水,前面云热 在行车过程中也能有效的降机峰值 绿色的车身看起来还是非常小惊心的 四个纽合筋动能组,四个结伤 四个能看,也都带到胎压监测 后视镜,上面的大镜面采用剑动可调的方式 那么前置前驱的驱动方式 侧面装配有咱们的外贴窗,四个电口 同样我们配备一个可以从慢充的新音源取电的转机头 尾门采用了对开门 配备有倒车雷达全尺寸的备材 安装在那底层的下方 尾门打开之后在下方有点大的储物空间 我们放一些户外折积桌椅都是可以的 在侧面还有一个小的隐藏的空间 还放一点点隐私用品,也非常合适 这个是咱们的取水口 装配了我们的一个外界取水管 再有淋浴天口,右侧取电口 以及减液器的接口 打开这扇的小是我们的电池舱 装配了420的年三级电池 同样这款车电池是升级到了3000瓦的 从里面一起接 整个车里面看起来是非常通兔的 我们可以利用脸上尾 在车上用一个折叠帐篷 进行简单的淋浴 右侧2米5成2米的质量框 然后在中门下号装配了一个繁殖设计 它也是与中门可以积极粘动的 驾驶室是一个三座的设计 临时也可以利用一张充气床垫 形成为一张小床 这辆车装配有2.0系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EUAM机 自动档的变速箱 主副架均配备有安全气囊 这款车的油耗是它的一大量解 百公斤大概也就是6到7升 往后扬导型的厨房区域 大家注意看 其实前后也是属于一个半关停的 在应急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从后到驾驶室 厨房区域的台面 采用了一个仿石木的设计 顿面有这么多的延展小桌面 同样设计有这么的一个 只有盘子 也是可以切菜来使用 内置有一个折掘性能头 在下方装配了50升冷冻楼藏 双重的冰箱 右侧配备有格拉式的卫光炉 几个支援的 85升的便携式的水箱 那我们也可以多配两个这样的水箱 这样去间接的增加车内清水箱的容量 那在几盘下方还配备有 30升的一个灰水箱 那么有些储物空间 同样 藏私房前的位置 也是给大家设计好了 中间双人的会客区域 配置有一个升降桌 咱们可以把小桌板降下去 平时放一点小的一些行李 也还几个不用 平时放一点小的行李 也几个不用 在侧面 注意看 车用的这种座椅 它的座椅高位 条件角度比较大 而且 这个往前 简单调整之后 我们拉伸出床板 使得后面的床的空间更大 这样就平时的一张 前后宽度1米3左右 长度1米72的双人床 这两个成年人基本上也可以的 当然如果是觉得床短 来点的喜欢下 我们注意看后床和前面座柜的高度 基本上是持平的 可以利用准章的出气床件 形成一张大床 靠后 是咱们的12伏的单等便宜空调 智能效果好的效果 而且非常静谨 顶部天框 同样带防温影四年 以及照明的功能 在中文进门上方 是咱们中控屏的区域 比较方便的去调节 车内的动光和静气 那这样的一款小车 既能满足平时的通勤代步 也能商务接待 还能录影旅行 我觉得它的利用率 是会比常规的房车高很多的 那您感觉怎么样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